他就是在把大陸貨當台灣貨貨再來 台灣工廠在地製造 Mate in 台灣 任台灣製造正題的SGF 今天有的 他實際上就是當成的沒有計程 進來 進來 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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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路就已經是先做好了 那我今天最生氣的是 他今天利用我們台灣價值去 把大陸貨當成台灣貨來賣 去謀取暴利 我不敢說暴利 可是這件事情的話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們先從何止開始看 我先針對他幾個直播的重點 第一個 他說他的廠房投資8000萬 全台為只有我們花了8000萬 德國買那台機器 我不信 我不行 這個我後面再講 對 我不信 第二個最大的重點是 他說他的鍋子全部都是MIT 台灣工廠在地製造Mate in 台灣 我現在先教大家一個重點 這個標章並不代表真的是台灣製造 那真的台灣製造 應該會有給大家最熟悉的微笑標章 這個有可能是插邊球 就是有可能是大陸的材料來台灣組裝 這個有台灣製造 第三個是他說他的鍋子是 德國設計 德國設計 單一六不鏽鋼 正台灣製造 正七個SGS 檢驗合格 這個不是歐巴等喔 再來這個不是真正台灣製造的話 是會被告的 對 好那我今天要先踢爆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直播上 囂張的說他媽的 他蓋了8000萬的工廠 他投資對不對 那這邊我們有一段 來自工廠端的某某老闆娘的錄音 他說什麼 喔他自己投資了8000萬啊 他工廠 而且直播都是這樣子嘛 嗯 直播他當然就是要講他直播 因為為什麼後來我說改變 因為有人會去 嗯好像 他說花8000萬要蓋英格爾場是真的嗎 還是說那場是你的 是我們的啦 當然是我們的啊 所以他說8000萬是你們的 不是他的嘛 當然是我們的啊 他是直播 他就是每天叫貨啦 第二天是我們今天最核心最核心的 他的東西到底是不是台灣製造 是韓國跟美國 韓國跟美國 我們的台灣是中鋼 我也可以跟你講 我們拿德國的來回來開發 這是德國的鍋子沒有做 所以說老闆娘 我跟你講像這個鍋子 好成型什麼都在台灣 但是這些零配件也是 在大陸 在大陸啦 在大陸 他們會買配件回來再做組裝 工廠的老闆娘說 這個鍋子的配件 都是從大陸進來 只有鍋具本身是台灣製造 其實看起來不錯啦 蠻漂亮的啊 對啊 今天影片到這邊啊 我們在賣鍋子的是不是 我其實想先留置一些事情 其實大陸的東西並沒有不好 可是你當他出賣我們台灣價值 他那我先要弄死 接下來就是我要直接 起飽老闆娘的謊言 因為我們有匿名人 直接提供我相當可靠的資料 來證明該工廠 就是百分之百跟大陸進貨 他既然只有自己的工廠 有自己的生產設備 為什麼他要去跟 我們的對岸的好朋友 去進了這麼多的貨來賣 對我們那間工廠來講 其實他有太多 可以解釋下車的方式 於是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比對 他這些所有的品項 全部在該直播主的網站上 全部買得到 一個都沒有漏 這個我跟你講啦 這個 這個大陸 這個有大陸的 我們是做單層的啦 大陸他沒有做七層的 我們也有大陸的 那個是交給正平的啦 這段錄音其實就是老闆娘 就是他想要下車 他說他跟大陸進的 那些鍋子 是要給一家廠商的理證品 於是我們又更深根地步的 去追究他 這些貨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透過了進口報關的資料 直接想辦法聯絡到 他大陸的工廠 這個啊 對 沒錯 就是這個 他一直在銀行這邊 然後他這呢 是每個月有一個櫃子要出的 前年出的多啊 現在少了 現在一個月 就是一個櫃子 他 這個 這個版本是他自己的 如果說你要的話 我幫幫忙一下行不行 呃 我們給他出的就是 不帶蓋子的 就疊裝了 然後在那邊再煮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 呃 台灣那邊不是有玻璃蓋廠嗎 那他直接可以說 這個是沒點台灣的也可以啊 那當初我們怎麼去詢問呢 其實我們就找到這個工廠端嘛 要去想辦法去證明 這個鍋子就是他們做的 唯一最塗法令鋼的方式就是 我們拿後面這個桿令 直接去詢問工廠說 欸我們能不能做一樣的 那工廠他一開始的表示是說 這是某一個人壟斷獨家的概念 後來其實他自己不小心說出 喔這間廠商就是給該工廠的貨 而且他們每個月都有在出 每個月 那實際上就是三層的沒有幾層 我知道嘛就 對嘛就三層剛就是外面 然後中間接合 然後中間裡面接合 然後還有 表皮我們常在講的那個 底又麵又算上去這樣七層嘛對不對 對 對 他利用了一些話術跟方式去誤導 消費者好像七層比較厲害 其實實際上他只有三層 我只要一直咬屎說我可以做出這個鍋子 你只要沒有辦法查出我生產多少個 基本上你絕對弄不到我 我已經幫你想想推入了 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講 為了要防止你出對招呢 所以我們派秘密莊園 去看你的工廠 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說材料是進進來 大陸進進來 大陸不是這個材料 這是美國才有這個材料 進來是我們 給你看 先把紋路都壓出來 嗯哼 壓出來之後再 成型之後再烤漆 馬國就是我們自己另外台灣加工的 那個大陸絕對不會有的啦 所以上面這個客墳也是回來台灣才做的 這是用油壓機 沒有看到大台油壓機把它壓下去紋路 影片裡面其實有大概看到他場裡的規模吧 他確實真的是一間工廠 他只要是真的是合法工廠 而且我查過他的背景 他其實是十幾年認真做事的好店家 在地有一定的口碑 很多人都剛剛買過這個 我相信他真的也應該不會太差 剛剛的影片其實有看到老闆娘秀出他的鋼板 說那個是油壓器壓出來的 大概這個影片我必須要先跟很多的專業人士 去確認一些事情 那些專業人士是直接跟我講出的不肯 我現在馬上打電話去跟那個人確認一下 因為他是算台灣就可以做過指南 問他應該沒問題 就是我想要特製那個蜂巢鍋 蜂巢鍋 對你有聽聽 你說不就鋼的那一種蜂巢鍋嗎 應該是吧 我想問你就是 如果他們工廠只有油壓機的狀況下 有辦法去做出蜂巢鍋這鍋子嗎 油壓機 油壓機 對 你想要在台灣製作這樣 像這樣做好了 如果像不就鋼的那一種蜂巢鍋 我們一般它的做法其實就是用油壓機成型 可是在成型之前 你應該有看到那個鍋子吧 它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一格的 對沒錯 其實那個東西是已經在剛才裁板 就是剛才的那個板上面 紋路就已經是先做好的 那個如果說用油壓機直接去壓的話 它壓不出那麼小 就是像那種一格一格這麼細的紋路 正常來講台灣 如果真的要存台灣製的話 你覺得要賣多少錢 你要看你是哪一種鍋啊 炒鍋好了然後32公分 不鏽鋼的封炒鍋 你計市價很多 都要賣到五六千喔 五六千這麼貴 那如果他賣兩千塊代表什麼 我賣兩千塊 兩千多 嗯兩千多 是不是你們賺太多了 還是你賺我太貴 這個你敢再做十三了吧 十三嗎賺不到錢嗎 不太可能啊 台灣人工成本那麼高 你這支鍋如果不扶山鋼 一條融從台灣支出出來 是秀將 你說市價賣兩千 對賣一下 我是說想賣兩千的台灣製 拜託幫我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